要说这几年哪个团体飞涨最幸福,那必须是德银舍莫属了。 月银鹏是德银舍捧出的第一列徒弟,结合小月月次生的努力,才能让他在喜剧界一直保持着刚元气。 月银鹏随后,德银舍捧出了探清水河的张云伦,上班主郭麒麟,谈他梦和唐等人。 热度一直不解,尤其是张云伦,不仅向上宫底老德,而也二行俊朗,深受小姑娘们的喜爱,他可又是博明社2018年最红的明星了。 也是他让越来越多的明星人走入剧场听起了向上,黄九兰,张云伦,郭麒麟,可这个事件发发后, 由于COP之类型的人,会有此事与张云伦有关,毕竟中心的粉丝有些疯狂,之前也有粉丝泄露明星形成的案例,但这次可能真跟张云伦没有什么关系了。 因为张云伦平时和郭德刚住在一起,两人是亲戚,所以泄露者怎么感到对郭德刚呢? 广克堂张云伦都淒露,而且从声明中不难看出,泄露者可能是身边的工作人员,所以粉丝泄露的事情并不存在。 而这个声明,最想表达的意思,是警告那些泄露者停止这个行为。 不要一错再错,这么看来德云社还是给对方没有一定的余地的,虽然没有指明患性,但是这样不对德的行为,行人得以诸之, 人心也是人,希望大家有一些足够的空间给他们。